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 我们今天再次来到神的殿中 我们刚才一同一起来敬拜耶稣基督 敬拜我们的三一真神 我们看到我们的师班刚才这么有力的歌声 让我们心里大大受到鼓舞 大大受到激励 我们今天的讲道仍然从我们的本月经句开始 我们刚才读了本月经句 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的 这个经句是这么说 耶稣回答说 回答谁说呢 耶稣是回答另外一位叫做犹大的一位门徒说 他问耶稣主啊 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 不向世人显现呢 为什么会问这问题 因为耶稣前面有一句话说 也是我们上个月的经句 这两句经句都各有一穴同工之妙 其实把它摆在一起 毁为无穷 耶稣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这里面最重要告诉我们 我们如何是表示我们是爱主的 我们是爱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父的 爱我们的父神的 是照着父的旨意行 有了我的命令 把圣经上主的话语 神的话就当作主给我们的命令 君令如山倒 我们在基督当中 我们在基督里是当兵的 我们是做精兵的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 就是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意思就是我们爱主 不是以自己的一种方式来爱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知道 我们有时候对家人 或者配偶 怪罪我们 对不对 他认为我们不爱他 我们就强调 我怎么不爱呢 那我爱你 有我自己的方式 我认为这样就是爱你了 让另外一方的很生气 他觉得你这个爱 我怎么没感觉出来呢 因为我要你 给我的这种爱的方法 你就偏偏就不停 不停照我的心愿来做 那么我们就好像很有理由 就是说我 这就是爱了 我认为你要我再多 也不可能了 这是最高了 我只能做到这儿 说到底呢 就是说怎么爱你呢 我有我自己的方式 有我的确定 就像我们来到主面前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我们以自己的一种方式 我就觉得这就是爱主了 其实我们真的是要照主的话语去做 照着他的心意去做 那才是真的爱 这里面表明 这个爱是以什么方式呈现的 如果我们真的是遵照 他的话语去做 那么所以耶稣就应许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在这里面呢 我们好像看起来 这话好像我们先爱主 主才爱我们 是不是啊 我们所以对这个上帝 关于我们怎么样 跟他有相爱的关系里面 我们不是只是从一句两句的 这种机构上看 那么更多的话语告诉我们 我们能爱主 是主先爱了我们 而且有明明白白的话 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约翰一书里 说得非常清楚 这是讲先后次序 但是主在这里 给门徒这么说 其实主的爱 早就向他们显现了 但是在这里面呢 主只是告诉他们 你们如果爱我的话 就是我们 我和父也要向你 到你们那里去 向你们显现 这个时候呢 这位有一位叫做 也叫犹大的门徒说 为什么向我们显现 不向世人显现呢 在这里就问这问题 也就是说在这里 神在世人中 是做了一个区别 因为他把我们神的儿女 从世人中分别出来了 只有他分别出来的 他呼召的 我们才能爱他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爱他是因为 神先爱了我们 他呼召了我们 把我们从世界中 分别出来了 是因为他为我们 在蛇之下为我们受死 为我们做成了 这样的救恩 但是现在 在最后 耶稣最后这一页 大家别忘了 我们读14章指导 是耶稣最后这一页 跟门徒最后所说的话 所谓最后就是说 耶稣以他的 道成肉身之身 在自然状态上 与门徒的同在 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 以后再没有这种 同在的方式了 所以耶稣在这里 又把许多话 要再给他们这里讲明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让门徒认识 他是谁 要建立跟主的 生命的相交关系 这个显现 所以当这个 为什么只向我们显现呢 这是耶稣 好像有点大非所问 这就是耶稣回答说 今天我们读得近句 耶稣怎么说啊 耶稣说 人若爱我就必尊实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然后讲完这句话 又反过来说 不爱我的人 就不尊实我的道 你们所听见的道 不是我的 乃是猜我来父子道的 在这里呢 耶稣就做了一个分别 实际上 是能够爱我的话 除非你们听到 我所说的道 是在道理 在神的道理认识了耶稣 我们信道是从天道而来的 但是我说 这讲了事情的一方面 但是耶稣这里要 把圣灵的真理的保惠 保惠师真理的圣灵赐给他们 那就全了 那就保证了 就是说我们不但有 能够信主认识主的 不要条件 也得到了充分条件的保证 因为耶稣说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 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 二十五节 但保惠师就是 父因我的名所拆了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话 这就可以使 耶稣所做的功 因着圣灵的关系 把祂所做的功 圆满地成就在 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为圣灵的保惠师 要帮助我们 这些健忘的人 想起耶稣所 教到我们的一切的话 要把我们 要把一切的事 指教我们 帮助我们都弄明白 不明白的 都帮助我们弄明白 所以这里面 有这么一个条件的保证 就要从使徒过去 跟随耶稣 虽然三年半了 我们总怪这个使徒 怎么好像不那么明而好学 怎么学了半天 好像老是试懂非懂的 其中有一个真正因素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灵 耶稣还没有成就祂的荣耀 上帝的救恩的工作 还没有完成 但是一旦完成了 那么圣灵敬了他们的心 就像我上主的讲道说 圣灵来了 祂是我们真理 是真理的灵 是我们真理和平安 为什么呢 我们都受了圣灵的印记 有圣灵在我们做的这个印记 这个印记的最重要的表现 它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爱里 不单是我们明白它的道 而且要把我们真的带到基督的爱里 把基督的爱 也可以这么说 把基督的爱带到我们自己的心里 让我们与基督在生命的爱的相交中认识它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是 关键的是 我们能够来照着主的话语 做的根本保证 就是因为我们能够爱它 这我上次讲了 就是我们听神的道 跟听人间的那些教主老师 最大的不同字点 人间的教主老师 他可以告诉你这个学说 那个主义 这个理论 那套说教 但是他本人 他不能成为那个说教的化身 他只能说 我发现了 你没发现的 我看到了道路 我给你指说道路 我给你指说真理 现在我来指教你们 但是你口里说的真理道路 是你的发现 我们怎么保证 你的发现就是对的呢 对不对 所以他们在这里 他们跟他们自己所教的东西 有一个什么 不相连的地方 这个不相连的地方 就连像布拉图 我说苏格拉底 他传到布拉图 布拉图对苏格拉底是五体投地 所以苏格拉底的所有的话 都是布拉图写下来的 我们今天对苏格拉底的任何一个知识 就是他的大弟子布拉图 布拉图真是一个最好的 最崇拜他老师的一个学生 是不是 这是很了不起 苏格拉底有布拉图这个学生 名识出高徒 那是了不起 如果没有布拉图 谁知道谁是苏格拉底 布拉图他也是学生 他所谓我们叫academic 现在叫academic 学说这个尊崇的名词 就从布拉图来的 布拉图建立academic 他建立学术性的研究机构 他的学校叫academic 他搜地址里面 最重的哪一位弟子啊 亚利斯多德 亚利斯多德是这个学院的灵魂 连布拉图都这么承认 但是亚利斯多德跟着布拉图 学了十八年以上 起码十八年 多少可能很多 是一个很难得的学生 这么好还这么谦卑 不实财 我不是说学了几招 就要把老师给否定了 超过老师了 是这样一个人 他最后还说 说了句什么 我爱我师 我爱武师 但我更爱什么 真理 意思就是说 对不起布拉图 对不起苏格拉底 我是爱你们 但是我爱你们是有条件的 绝对不能超过 我对真理的爱 也就是说 真理和他们之间不能画等号 不能画等号 那么这画是对的 这就是神的这个普遍启示 没有人能够跟真理画等号的 所以他说 我爱老师 我爱我的老师 但我更爱真理 意思就是说 我下面就可以 准备不照你的话去做了 我要另外发展 我的一套学说 跟你不一样 而且我认为 我发展得比你更好 实际上就声明我的自主权了 我可以离开你的轨道了 从人的角度来讲 好啊 我们对人是不能偶像崇拜的 把它当作真理 那是不对的 所以学术上面 也讲究的是认真 追根究底 对任何的学问 在科学上面 都要成疑 从成怀的态度进行出发 这叫科学的态度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个科学态度 在科学的研究上 是大放异彩 这是好的事情 因为人的研究 都需要互相质疑的 探讨 搞个水落石措 对吧 在理性上面 不能接受到 违反逻辑的事情 或者违反我们经验 可以证明的事情 我不能接受 凭什么我们接受 我们都是人 应该有同样的标准 但是问题就在于 你说你亚历斯多德 你说你发现了真理 我更爱这个真理 问题就是 你所说的真理 难道就真是真理吗 我同意的是 基本态度没错 原则没错 对不对 你更爱真理是对的 老师当然不是真理 但是你发展的这套 就未必比老师更好 这一点你也得承认 你也是个人 可能因为你骄傲 真理这么重要 我为真理而生 我为真理而死 你可以叫到正天下 不错 我佩服你 但是最无辜的就是 真理自己没有发言权 都被人随便去贴标签了 科学主义是真理 维吾主义是真理 马列主义是真理 共产主义是真理 随便你贴 副教是真理 道教是真理 孔夫是真理 每个门徒都是认为 他学的那个是真的 但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要感谢主 只有我们的主能生命 他就是真理 你要爱真理吗 你必须爱我 如果你不爱我 你就休想 你说你爱真理 你要照着真理去行吗 除非你照着我的话去行 我的话就是真理 你如果真的要照着我的话 不是因为 你在理性上面有多么接受 我的话有多对 乃是你认识了我是谁 从心里追求爱慕我 你才能够真的遵行我的话 这就是法利塞人做不到的地方 法利塞人可以把律法研究得很细 而且照着律法的要求 表面上好像很严格地做 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因为什么 法利塞人不认识耶稣 所以耶稣不认为 他是照着他们 法利塞人能够成就律法的 他们是伪善的 他们很多地方确切了律法 而且是做不真的 也是做不到的 但是也有人说 他真的可以认真地去做 但是真像保罗说的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 说到如果 讲一种行为 讲什么 如果你愿意将所有的洲际穷人 并且让人焚烧自己 把自己完全献出来 把所有的洲际穷人 你说这个人 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讲 这叫什么 这叫爱 他把所有的洲际穷人 他有连学的心 他有慈悲之心 那这还不叫爱 谁叫爱呢 这难道不就是爱了吗 但保罗怎么说 如果没有爱 这是算不了什么 哇 原来这个爱 并不是只是我们 从这个事情的本身看 它做出来 它到底是不是 真的表现出爱了 耶稣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那所有的洲际穷人 也是让人 让人焚烧自己来献身 把自己这样献出来 如果你不是为主的缘故 不是因主认识主的缘故 不是为主的缘故 也就是说 你所做的 跟爱一点无关 你也没照我的话去做 虽然主是说 要你去周际穷人的 所以这里面 那个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主让我们去 照他的话去做 是从什么地方 可以检验我们 主才说 你是照我的话去做的 就是从我们的心里的意念开始 是我们做 这是为了 什么 因主感恩的缘故 为了把荣耀归给主的缘故 而不是为自己的缘故去做 这个是 虽然同样做一件事情 都可以把神的程序完成 但是主可以看出我们的心 你这个做是为了自己的名去做 是在人前做 还是为了这个效果 为了自己能够扬名列万去做 还是真的错于爱主做 爱主就一定是谦卑地做 一定是为了主的名义做 这样做才叫照我的话去做了 否则的话 你不是从表面上听 主说要你去周际穷人 主说要你去饶恕人 主说要你去怎么样 主说要你怎么样 你这样去做了 但是问题就是在说 关键的是强调 是我们和主的那个生命的关系 主要我们先做一个对的人 是人在主里面对了 才能够把事情做对 从来没有是做对一件事情 反过来 怎么样做对 只要真的完全 从心里造主的意思去做 你这样做对了 才是 你是一个对的人才能这么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讲 我们是有负的 因为主在这里 把真理和他自己连在一起 让我们知道 我们爱主就是爱真理 爱真理的话 就必须爱主 否则的话 我们就所谓的爱真理 都是活在世界的各种的谎言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有夫的 我们是随时爱主的人呢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这次在约翰 我们再查创世纪的说到 也引这句话 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主的人 爱神的人得业助 然后谁是爱神的人呢 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被招的人 就是在神的旨意里 被招为他儿女的人 这就是在主里的定义 就是爱他的人了 虽然我们现在爱心还不够 我们爱心还要操练 但是你是一个真的重生的基督徒 是在主里面被预定和简显出来的话 归给他名下了 主就认为你是爱他的 我们在这里是有福的 所以我们能够爱他 因为是主 我们先得了主的救赎之爱 但是我们本来不是这样 真如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说 世人情况就是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到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我们为什么不愿认主呢 就是我们爱黑暗 我们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所以要定我们的罪 因为主就是光明 主就是神的道 主就是真理 所以在这里面 我的题目 我现在把它出得比较personal 挑战性的 你得着了圣灵的印记吗 我今天要反过来说 你得着了从神来的平安和喜乐吗 你怎么得着从神来的平安和喜乐 那只有借着圣灵的工作 你才能真正接受到 从主来的平安和喜乐 这就是得着圣灵的印记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从十四章起 因为听耶稣说 我要介绍另外宝会师到你们的时候 耶稣就不但就讲 他跟门徒之间的这种生命连接关系 为什么 这种关系的保证 就是圣灵 另一位宝会师的到来 所完成的事 是让我们得着圣灵的印记 如果一个得着圣灵的印记的人 下面就是说 不要寄出圣灵的果子来 圣灵的印记 就是我们心中被圣灵动了弓 我们的心 有圣灵住在我们当中 圣灵一定能寄出 在我们当中寄出生命的果子 这个生命的果子 就是圣灵保证我们要得 从神那里来的丰盛的基业 所以这个圣灵的印记 就是得基业的什么 一个凭据 是什么呢 是神家里的人 就一定与神的性情有份 所以主的美好的人品当中 荣美的 这个完全人的 这些完美的地方 我们成为基督徒了 神都会带着我们来得着他 就是带着我们成长 要长成蛮有耶稣基督 长成的声量 就是长成将来都要像主那样 那么讲到这个圣灵的果子 我们大家在加勒特书里面 讲圣灵的果子 有九个方面的特征 是不是啊 首先就是仁爱 就有爱心在我们里面 凡从临生的就有爱 对不对啊 凡是认识主神的人 就住在爱中 我们就得住这爱 这是爱 所以耶稣强调爱 你爱我吗 如果不爱我 不认识我的话 耶稣就说了 那不爱我的人 就不会遵守我的道 跟我无分无关的 就是这个意思 那爱我的人呢 就是遵守这个道 是怎么做呢 带着什么心来遵守啊 就带着更渴慕 要得住耶稣基督的心来 遵守神的道 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遵守了我的道 我父也别爱他 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就是说 我们行神道的 遵照主的 完全是应做爱他的缘故 而且我们 希望我们行出来的奖赏 不是别的 就是为了更多地得住主 我们的主 有主的同在 就是我心灵最大的满足 没有其他了 世界不能满足我们的心 世界更不能代替主 只有主 才能满足我心底里 最大的渴望 那么 现在呢 这个渴望是什么呢 我今天就 题目就说了 你得住平安和喜乐吗 这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 特别在这里面 这就是说 上帝要我们继承他 神家里丰盛的基因 得到他的家产 传承 就是让我们的新的生命中 这个新的样式当中 得到主 他自己的属性 主 他就是爱 神就是爱 所以让我们得到这爱 让我们在爱里 与神相交 也像神 但是主还要告诉我们 他来到世上 让我们能够真正地体验到 他对我们的爱 是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 是我们的救主 他解决了我们人生当中 最大的一个困惑 最大的焦虑 解除了一个最大的危险 是什么呢 就是为我们赎罪 而死 使我们的罪 不再被上帝审判 免去了 因着信他 我们不再受上帝的审判了 我们在基督里与神和好了 这个才是 我们特别要爱他的 一个根深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人间的老师 就是把道理讲得再对 我照他的道理去做 也得不做生命 但是在基督里面 他的真理是带给我们的生命 他是生命之道 这个才是这么的可贵 所以耶稣今天这么说 我们今天是 从二十七节 我上次是提到他 但是这次呢 我再继续地讲论一下 二十七节 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在这里啊 你说耶稣跟门徒 已经待了三年半了 才到最后临别的时候 才说 我要讲我的平安给你们 为什么 因为耶稣知道 再过一会儿 耶稣就要离开他们了 然后门徒就马上会 经历一阵大恐慌 必定是有一种 大的焦虑 大的恐惧在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不久 马上就要被带到 什么 这个 被法利塞人文士和祭司们带走 然后要马上 要送到什么 十字架上去了 而这个时候 门徒肯定 还是不理解 因为为什么 耶稣还没有得荣耀 还没有升天 圣灵还没浇灌下来 他还没有看到 耶稣的复活 所有这些 都没有的情况下面 耶稣体谅这些门徒 所以一定要告诉他们 叫他们不要惧怕 不要忧虑 我要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 这里话 在这个时候 耶稣在最后 要上十字架的这一晚 讲这话 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说到平安这件事情 说到平安的时候 我们平常讲 做你一路平安 做你什么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种你的好意的表达 你不能真的把平安送给他 因为你不是控制万事 对不对 他或坐船 坐飞机 坐火车 这些东西 你又不是能够掌控一切的事情了 但是我们总是愿意 应做爱的缘故 给你一个技巧 你也愿意听到这个 人家都知道 做你一路平安 那我们可能说 我们做基督徒 看见面的最好的问候理 就是平安 那这个就是 干嘛 我不是不平安 我一切都很好 你说平安干嘛呢 除非我要把它碰到一些事 可能有一些不平安的事情 你说平安 你给我一个好的作愿 表达良好的愿望 我理解 平时好好的说平安干嘛呢 其实所谓平时好好的 就是不是好好的 因为我们只有基督徒才知道 世人的状态是颠倒的 世人的光景完全是被扭曲的 没有所谓岁月静好这回事 我现在网络上有人享受岁月静好 没有岁月静好这回事 我们世人都因着不认识我们的主 都活在 都死在自己的罪中 只是奔向一条向着地狱的路 这都危险啊 所以每个人不认识主的时候 他都是处在一种危险状态当中 危险状态当中 男就会体会了为什么交参到提起他的父母的时候 要为祷告眼泪就流出来了呢 因为他知道父母年迈了 身体状况又不好玩 到离世以前还不认识主耶稣的名怎么办 这是做女儿做儿女的孝顺的儿女的最大遗憾嘛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是真的行上帝给他 所以神也听了他的祷告了 对不对啊 这样子流泪祷告二十多年 所以我们都为他高兴 也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人一生出来就没有活在平安当中 佛教看得很透 佛教教人生出来就是一个孽章 底下生离死病 苦就跟上来了 从这个角度上有他的道理 对不对啊 人生 所以在这里并不是若观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们人表达的平安 只是人的一厢情愿 那么世上 还有谁能够真的把平安送给你呢 世上只有一位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他是唯一有资格 他可以说 我把平安留给你们 为什么 因为只有耶稣他自己 才去为这些门徒去死 请注意啊 他在登山保训的时候 没有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 听的人人山人海 没有啊 这个话很宝贵 他平安是除了那个什么 灭亡之子走掉以后 耶稣才说这话的 那些人是耶稣一定保守他们 到永恒的 对不对啊 所以在这里面 他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 因为耶稣 他之所以 他能将平安留给我们 因为是他真的能够 使我们得着从他来的平安 也就是因着基督 他愿意为我们舍命而死 而且他也应许 圣灵送到那附在创世之前 就照着他的旨意 喜悦预定得救的人 使他们能够得着 他留给这些门徒的礼物 圣灵会送上来的 所以耶稣可以这么说 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 这个平安是主的平安 是从主来的 是主在蛇字架上成就的那个平安 那才是一个争着平安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理解 什么叫平安 所以我们说只有耶稣 他才能说 我给你的平安 不向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世人也可以生理平安 你找不到工作 说有一个老板 给你那个份工作 你得了这个固定收了 我心里平安了 这是世人所做的所谓的平安 这个平安是给你一阵子 解决你的意识自律 这种平安 但是耶稣给我们 是在永恒中的平安 是不要让我们在余神为敌了 在他里面可以余生和好了 本来我们最最 使我们应该惧怕的敌人 成了我们最大的帮助 而这个转折就是 耶稣在蛇字架上要成就的 是使我们人生 从最大的地月的黑暗 永恒的黑暗中被救出来 来到了神的家里 永恒的光明 这才是真正的最大的福音 因为是避免了 让我们碰到最大的祸害 这才是一种真的平安 当年门徒跟耶稣一起坐船 渡过加利利的海时 忽然海中起了风浪的时候 门徒吓得要死 门徒都是有经验的 加利利的渔民啊 耶稣这个时候反而睡得很稳 他们说我们都要伤命了 父子你不管我们 好像你平常怎么 耶稣考验他们 他说你没有爱心 你知道我们马一刻就没命了 你难道看着我们去死吗 耶稣就撤着他们 你们为什么这么小信心呢 跟我这么长时间了 还不认识我是谁啊 于是他撤着风和海 说住了吧 近了吧 哦 一下子 话音一落 马上风平浪静 后来门徒从这个方面 他免去了生命之旅啊 本来在海里面要淹死的 现在得到了 回来了 得到这个平安了 但是英州 还不认识耶稣基督 他们并不 经文说他们就怎么样 看到稀奇和惧怕 啊 这位父子是谁 连风和海都听他 对不对啊 那耶稣可以在我们 为难的时候伸手救我们 给我们这个平安 但是这里的真平安 远远超过他 这个平安就是说 不是把那些 使我们害怕的环境给变了 我们说说平安嘛 就把我这种 遭难的这种状况把它去掉 换一种光景 那就是让我处在里面平安 那叫外在的改变 过去 听过这个福音故事吗 我过去也讲过 我也听过 就是 有一个什么画廊 在征求 就一个主题画 题目就是peace 平安 请那些有名的画家们来画 希望他的画 把这个主题平安 把它表现出来 你要知道很多画 送过来的都是什么 都是那种岁月静好的画 哇 好大的田园墨戈式的 阳在安静地吃草 那个是那什么什么 花长得很好 很美丽 给你一种非常宁静的感觉 给你那种感觉 他们认为这叫平安 但是最后大家知道 得奖的一幅画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瀑布和风雨当中 有一个小鸟在他的母亲的怀中 安然地睡觉 这个鸟巢就在周围的大风大浪中 有这个母亲的鸟 把他怎么样 把自己的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 而他根本不觉得 外面的风雨到底使他会怎么害怕 他安然地睡在他母亲的怀中 这幅画就得奖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平安的真意表达出来了 这个平安不是外在的环境 让你自身在一个什么 特别好的供应当中 特别好的你仁义很喜欢的地方 让你心里得宁静 这种宁静只是暂时的 只要把这个环境一破坏 你可能马上就紧慌了 是不是 我知道有些人信主 他真的是 从人看来可能是 他真的是很不信 但是在主看来 可能真是 他是很有福的 他本来好好的身体 哇 身体好得不得了 今天exercise 然后呢 收入也很好 两夫妻 哇 银行成款 破破的 满满的 房子也趁机买了两桩 或者什么什么都很好 儿女还挺孝顺 马上就要考上名校了 你看 这个热制安排的 没什么更不好了 对不对 突然 一个电话来了 请他去 原来你这个血液报告里查错 你得了什么晚期的 什么什么 哇 前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突然一下子 他的世界就崩溃了 是不是 因为什么 他不认识主嘛 他所有这些好 就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他的肉体的生命 要健康的 才能够什么 享受 他如果自己的身体都坏了 这些好 对他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财产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所以从这里面就看到 那种所谓外部款 给你造成了一种 非常的安心的 这种平安的环境 那是真的事 不是真平安 所以才有路加福音里面 那个无知的财主 他等到收成好了 他说 我开大粮仓 把很多的粮仓藏在那里 我的灵魂就给滋喝很多时候了 他就得平安了 他就高兴了 神说 你无知的人 我今夜就要了你的性命 你所做的 所成的 你到底为谁呢 所以在这里面 就是人不要为自己 如果人 你要真的祈求你人生的平安 你就要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你要得到从他那里的平安 才是真平安 你到处去 在各个宗教里去走 你到处在自己人生的努力当中 为自己借去乘款 买资产 或者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真正的 平安的保证 这就是我们这样讲 所以 主带给我们的真平安 是心中有依靠的真平安 是有生命 有盼望的真平安 是生命有意义的真平安 是在涅槿苦难中 可以靠他得胜的平安 由耶稣爱我们 这世上还有谁能害我们呢 说到底 基督徒真的信耶稣 就是这样子 根本不怕 什么样艰难困苦的环境 都知道 哪怕洪水泛滥 耶和华还坐在天上为王 这个绝变绝对不会变 所以在这里 耶稣告诉我们 告诉门徒 你们不要惧怕 不要忧愁 因为我给你这个大平安 在平安里 就不要惧怕了 不忧愁了 是不是 耶稣登山保新 用百合花 用飞鸟做例子 连这些飞鸟 百合花 上帝创造序列里面 等级要比人低得多 上帝都不忘 供应他们 打扮他们 何况你们呢 也就是说 上帝说 按照他形象所创造的人呢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里面 下面我们就看 耶稣11章28节 就接下来说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 我却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若爱我 因我到父那里去 就必喜乐 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现在不要忧虑 不要胆怯 你们要喜乐 怎么喜乐 再喜乐 你要离开我们了 夫子啊 我们是卖掉了一切的 跟随你了 跟随你三年半了 好歹还没混出一个名堂 结果你什么 突然要离开 我们怎么喜乐 不可能嘛 为什么 我们爱你啊 爱你才不喜乐 这句话有道理吧 我爱你 我就希望跟你永远在一起 你跟分离就让我难过 但是耶稣话恰好相反 你们要喜乐 因为我要到我父那里去 这才是你们真正要喜乐的根源 这又听得有点奇怪 是不是 这才是真正的喜乐根源 如果耶稣再爱门徒 如果他没有个富家 可以回去的话 那惨了 门徒得的还是人的爱 人的爱再怎么样 也不完全的 耶稣也作为一个人 就算爱你一辈子 耶稣等他有杀手人寰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 但耶稣说 你们若爱我 要知道我 我去 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听到这就高兴 除非耶稣真是他讲的 是从天上的父那里来的 完全是耶稣说的 我会受害 但三日和必复活 我要到父那去 但是我还要再来 再来接你们到父那里去 这都是前面 十四章里面讲的话嘛 这话当真 你是谁啊 你是太空人 宇宙人 什么都不是 对不对 除非你就是说 本来我就是那位神 我从我父那里来 我还要到父那里去 对不对 所以 因我到父那里去 你们就必喜乐 原来你们由神 作为人子 成为你们的好朋友 成为这么爱你们的人 你们就应该大喜乐了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不会离开我们的 因为耶稣已经说了 我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而且说 耶稣说了 你们必与我同 我必与你们同在 耶稣是神 他用神的信赦 神的大能 神的良善 神的大爱 来对门徒 做这样的保证 门徒心里面充满喜乐 原来耶稣说离开 没有离开呀 因为他在父那里去 在父的天家 他掌管着这些 他可以领导一切 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在圣餐的时候 马丁路德当时 跟那个齿问里 搬了 改教运动的时候 马丁路德 耶稣说 这是我的身体 那个饼一定是他的身体 你不能说 它不是他身体 否则你就 那齿问里讲 这是我的身体 是个比喻 饼还是饼 就是把饼当做身体 你要这样记住 代表我的身体 是个代表的意思 马丁路德不干 怎么代表 这个是最小的 神圣的事情 好代表吗 你们听到了 他就说 他认为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就是 他反对天主教的 辩子说 但是他就认为 这个他本质上就是 从某种角度来讲 那家文就讲得对了 不错 耶稣是在饼里 是在杯里 但是饼还是饼 杯还是饼 耶稣是 他住在 父上帝的右边 但是他却能够 来到这里 因为他 作为我们的主 他坐在一边 作为无所不在的神 他的灵 已经临到了 被作胜过以后的 饼和杯里了 家文就取了一个 自宗 把两者就这样连了 所以圣餐中的奥秘感 还是在 奥秘感还是在 你不能把它当作 就是像尺纹里的处理 不过就是普通的饼 就是普通的酒 不过我们代表一下就是 所以我们还是有敬畏感 在这里 所以在这里 因为他说 你们我到父上去 就必喜乐 其实我去了 就表明我能够 跟你们真正的同在 我说嘛 因为耶稣说 我如不去 圣灵不能来 圣灵来了是要什么 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就带你们到我里面来 他要荣耀我的名 正为这样子 主与门徒的同在 就进入了内在化和普世化 不在于那个受造的身体 决限的与门徒同在 因为那个受造的身体 决限只是暂时的存在 是为着 耶稣为我们献祭 为我们舍命来存在的 耶稣 他即将完成了 他的降碑的过程 马上就要回到 父和他在创造 万有以前的荣耀当中 难道我们不为我们的主 有这么样子的一个荣归 完成了他的圣功 在父神把他举到至高 难道你不高兴吗 如果你是爱神的人 爱主的人 你为他高兴 我们与喜乐人同喜乐 所以我们做门徒的 我们做神的儿女的 我们一定要高兴 因为主说 我到父那里去 那么下面一句话 有点糊涂 有人说 耶稣还补了一句话 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好 耶和华见证人 摩门教就抓住自己 你看 连耶稣都说 父是比他大的 所以耶稣 他不是神 耶稣也是被造的 用这句话来讲 但是大家都知道 耶稣从来没有说 他自己是被造的 对不对 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那道是太初的道 道与神同在 而且道就是神 说得这么清楚了 一切所有被造的 都是借助他所造的 所以他与父是永恒的同在 所以耶稣说 我与父原为一 所以法利赛人要打死他 因为他这样说 就说他是什么 就说他是跟耶和华同等了 跟神同等 当他说我是神的儿子 我的父在天上 他们要打死他 因为这也是与什么 是神同等了 你说儿子吗 儿子比他小一切 对不对 那不是的 在犹太人家 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跟他个人 那你就是神了 那么当然 打一个稍微可以近视的比喻来说 我们是人 你是人 你的父亲生了你 但是因为你是父亲所生的 所以你父亲 作为人的本性里所有的 你都有 是不是 但是如果是 你的父亲是公生 是他造了一个机器人 那就是他是他造的 那机器人跟他父亲 完全不是一回事 同一回事 就是说从人的本质上 是不一样的 那不过是个机器 对不对 是个机器而已 但是耶稣这里说 在这里 父是比我大的 我们从什么上理解呢 就是 耶稣认为 从位分上来讲 从事工的顺序上 耶稣是听父的话的 作为一个三位一体的 团队的事工当中 耶稣把他的父 封为大 他愿意做他顺命的儿子 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一个位分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理解就对了 在本质上 耶稣和上 他父都是 同尊同荣同本质 他们都是 同样的一位神 这是这样的 那么下面29节 耶稣说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就预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就可以信 耶稣也是为了 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保守门徒 使他们信心不至于上色 什么样是他们信心 能够不至于上色呢 耶稣就把话先说在前面 等到耶稣所说的 最后他们都经历到了 他们就怎么样啊 不信也得信了 你为什么呢 除非耶稣就是他所说的 他就是从父那里来 要到父那里去的 独一上帝的 唯一的所爱的儿子的话 没有人能够向耶稣 说这样的话 做这样的事 这就是使门徒 能够相信的一个根本 这是 耶稣在这里 是为门徒做预备 所以 到时候他们看到 耶稣复活了 耶稣说 See 我跟你们说 对不对 生命在我 复活在我 都是我说的 我可以把命舍去 我也可以把它取回来 死亡不能拘禁 我都是跟门徒讲得清楚的 不用怕 门徒是不会相信的 等到复活的耶稣 见了面以后 他们才洗的 所谓在这个后来 叫洗的不知怎么说好 就高兴了 才真正地去 等到圣灵下来以后 那就更加坚定了 受了圣灵击 他们就可以追随耶稣到死 再不会疑惑了 然后三十节 耶稣说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 多说话 以后下面就没有时间 再多说话了 为什么 这世界的王将到 也就是耶稣知道 他将要被交代 被卖的那些 法利塞人文师和 祭司手中的日子 就快到了 因为这世界的王就到 所谓世界的王 大家知道 就是指那撒旦 难道说他世界的王 他真能控制世界吗 当然不能 但是上帝 在这里 允许他 在一部分的范围里面 让他来兴风走浪 这个兴风走浪 所有的 上帝的允许他 都是为了 使爱他的人得耶稣 使我们爱他的人 更要紧紧地靠着神 不敢离开他 因为什么 撒旦钻找那些 心怀恶意的人下手 如果没有撒旦 你就没有这层忧虑 没有这种危险 你就可以肆无忌惮了 是不是 从某种角度来讲 撒旦在这个方面 被神所用 撒旦就是 也是所谓 他就要来到 就是耶稣会在一段时间内 好像 完全把自己的能力放下 让撒旦照着他的旨意 是任意有王为 也就是说 这世界的王将到 比如说 路加福音 在二十二章五十三节 里面特别提到 当文士和祭司们 带着人来抓耶稣的时候 在科西玛尼远抓他的时候 耶稣怎么说 耶稣对抓他们的人说 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 你们不下手拿我 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 然后黑暗掌权了 耶稣这么说 耶稣天天在殿里的时候 他们怎么不想抓 一直想抓 只从他来的那天 就处心积虑地要抓他 但是每次都没有抓成功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主他的时候没到 人家对他没办法 哼得咬牙气齿 几次用舌头打死他 最早的一次 耶稣在这里家乡 加利利的时候 讲道的时候 结果他们一哄而起 要把他往哪里推 往悬崖下推 结果有一段很神秘的经文 耶稣就折折地 从他们中间走过去了 这一群人都要推他 你说一个普通人 你在下面是悬崖 你就死定了 他们推呀推去 最后推了一个空 怎么漏过去了 从哪里走过去了 这个就是他们 不能解释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个就说明 耶稣说我的时候没到 但是耶稣当他时候到的时候 他毅然把自己叫出去 他说你们现在 是你们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 耶稣就要遭黑暗什么掌权了 让他看起来好像掌权 对不对 但是你说黑暗掌权了 要不要怕 耶稣告诉门徒们不要怕 这句话最重要 因为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毫无所有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里面 请注意 也就是说 耶稣说 他怎么弄我 其实呢 你们根本不要害怕 他不会真正地伤到我 为什么 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 那英语里面说 He has no claim on me 意思就是他 这个 撒淡淡 就找不到一点 可以找到的把柄 可以控告耶稣 你知道吗 撒淡的权是怎么 为什么这么大 你知道吗 撒淡的权是从律法来的 他可以用律法来控告 上帝的儿女吗 他就是当时 他就是 他目的就是与上帝作对 上帝创世造人的时候 他就 上帝要赐给亚当和夏娃 有生命 警告他们 生命就在于听神的话 爱他 但是撒淡就来挑拨 挑拨他跟神的爱的关系 让他去违反 撒淡很清楚 只要亚当和夏娃一吃 死就来了 这是撒淡 就是从开始 那骨蛇起初就是杀人的 然后说他是撒谎的 因为他的谎的目的是要什么 杀掉人 要人去死 所以撒淡是死亡之神 他是死亡 他要用死亡来控制人类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撒淡想要控告耶稣 我们一句话 没门 就连门都找不到 我们讲苍蝇要不盯什么 无缝的蛋 对吧 有人说你该被苍蝇盯了 因为你自己有问题 所以哪怕这些 耶稣受苦受死 被打 被骂 骑蛇 不是成就撒淡的行事 乃是成就父的行事 这是个奥秘 这是门徒不知道 所以你不要害怕 他骑蛇真的害不了我 因为他在我头上 没有权柄 没有把柄 只有耶稣可以说这话 世界上 谁都不能说这话 我们敢说吧 他在我们里面毫无所有 我们一切的误会 我们一切的罪性 就是他可以给我们致死的地方 因为他可以在律法中控告我们 我们就没办法 不是撒淡有这个本事 他利用上帝的公义吗 你上帝你是公义的吗 他犯了罪 你能不让他去死吗 他以上帝的公义 作为他的武器 所以他的利用就这个 但是在那个毫无犯罪 一点没有罪的 从不犯罪的耶稣身边 他就无法用这个公义武器 对付耶稣了 他就没办法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感谢的 但是要知道 这世界的王其实真是 聪明反归聪明物 自以为这是可以拿住耶稣 除掉耶稣得胜了 其实真是他们拿住的时候 猝死耶稣的时候 恰好撒登的轨迹 怎么样啊 是他们中了他们的迹 他们反而没有权了 为什么呢 耶稣是这么说 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32节说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怎么被赶出去啊 他意思就是说 世界的王现在是对你们有权柄的 但是我真的要是世界的王 在你们身上没有权柄 我要做一件事情 使他对你们没办法下手 对上帝的儿女没办法下手 就是要被赶出去 从你们当中被赶出去 这个赶出去就是说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卸淫万人来归我 什么意思啊 就再也不归撒旦了 你们被在十字架上的 我举起来的时候 信我在十字架上 为你们成就的救恩的人 从此以后都脱离了撒旦的权势 就撒旦从你们当中被赶出去了 为什么啊 因为你们已经输我了 这个在哥林多前说 这个是从前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 世上有权有位 在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 否则的话 他们若知道 就不把荣耀的主 钉在十字架上了 就是他们自以为有智慧 反而怎么样啊 中了他们的记 为什么呢 他的奥秘在哪里呢 就是希伯来书一句话 希伯来书说 儿女既同有血肉字体 他就指主耶稣他自己 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字体 为什么要成为血肉字体啊 血肉字体就为了和门徒同住 当场现场示范 现场示范教导 这当然也是显出他的权柄 让门徒们认识他是谁 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 最根本的他成为血肉字体 是要把血肉字体 为我们送上去 以人的代表的身份 为我们的罪去受审判 因为他没有罪 所以他可以把我们的罪 带在他自己的身上 去受死 所以在这里 说特要借助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哇 魔鬼不知道 好吧 他在十字架上杀死耶稣的那一刻 实际上是踢我们什么 他的权柄从我们手上瓦解掉了 因为他既在这个地方 借着上帝的公义控告了 暗定好了 他就不能再控告我们了 所以在这里耶稣踢我们去死 这是魔鬼所没有想到的 所以败坏的那长死权的就是魔鬼 魔鬼就不能在我们信靠上帝的儿女头上长死权了 从这个角度上 这就是我们得真平安 我们要喜乐的原因 就在这儿 所以西伯来书说 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我在给他们书里堂就讲 那个基督徒如后 华人基督徒如后看待 看孔父子 看儒家 孔父子有很多话说得不得了好啊 没有一个人作为君子者 只有以杀生而成人 而无以求生而害人 人啊 仁义的人啊 这个仁义道德 这个日子中心 你不能伤害他的 你只能成全他 因为你是君子 他比你更加宝贵 所以在这里 这个就是孔父子要追求的道 招文道西式可以 他就是追求道 有了道就可以了 他一生都是为着学道摆上去 所以在这里 他告诉你的读书人 你要过头硬 你千万不要 只因为有人威胁你了 你贪生怕死 你就是卖族卖油 然后你就跟着他们 干卑鄙的事情 把你原来持守的原则 因为他要你的命 你全部一下子什么样啊 白持守了 你最后都敢放下 为啥 保命要紧啊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那你还是不是一个追求人的人 还是不是追求义的人 因为你不过只是什么 还是贪图自己的生命的人 那只有在耶稣里面 才可以做到 所以保罗说 我不以我的性命为念 也不堪为宝贵 我只是要跑完 那才我来者 要我跑完的一生的道路 因为都在神的手中 说他非常愿意 为主的名去殉道 因为这样子 才能让他的生命 借助死 能够被更大的被主所使用 发出他生命的最大的光滑 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 有各种自然原因是最多了 病死啊 老死啊 或者什么什么 或者出世故事 或者都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是为了主的名 去死 这个是县子名 不是有很多人得到这个殊荣的 这是不得了的殊荣啊 殉道而死 这就是保罗 所以保罗在 你就不知道这一点 保罗想到 在这个罗马的监狱里 就想到就高兴 所以给以赋书写 监狱里书信里面 充满了喜乐 喜乐 为什么 因为他有真平安 所以有真喜乐 平安和喜乐连在一起 你没有平安感 你就焦虑了嘛 对不对 你就恐惧了嘛 这才是真平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这是撒旦和魔鬼 所没有知道的事情 所以他在我里面 是毫无所有的 我们感谢主 因为我们本来 都一大把的把柄 抓在什么啊 魔鬼的手上 大家知道 改教运动有个故事 说马丁路德 说是魔鬼来控告他了 只说马丁路德 从小犯了罪 啪 不得了 从他的意念里面 这个那个那个的吧 好 然后交给 交给马丁路德 你怎么办 你还好意思去 到神那里去报道 看你这种人 还不如自己去死 对不对 如果马丁路德拿过来以后 啪 狗子一打 在基督的宝血里 全部什么 洗净了 全部赦免了 这就是马丁路德 他坚持改教运动 要抓住 因性称义的 一个大动力 因为他是 诚心在修道院里 修道 怎么样都要在各方面 都要来 来检讨自己 要在上帝面前 变成perfect的 他都失败的时候 他才知道 真正的永生 不是靠自己 在这一生里面 要靠自己的努力 活出一种什么样板 来得到的 这是他承受不了的事情 但是主替他承受了 所以他要感恩 然后他就轻松了 然后他所做的 都是从感恩出发 当我们的日子如何 我们的力量也如何 就是求主 在我们的日子里 给我们的生命的成长 我们只能是 要不断地靠着主 主是很有恩慈联名的 他能够让我们靠着他 首先告诉我们 撒旦不能恐告我们了 因为有耶稣基督 为我们去死 还有谁能恐告我们呢 罗马书八章也说得很好 还有谁能恐告我们呢 还有什么事 还有什么力量 能与我们是 与基督的爱 各开呢 分别呢 不可能 这就是耶稣要 这些门徒所知道的 所以我们靠着他 我们也可以跟撒旦 说你在我们里面 毫无所有 因为我有宝贝 在我瓦器里 就是这样 我们因为靠着 我们是何等有福呢 但是下面有一句话 三十一节 但要叫世人知道 我爱父 并且父怎样吩咐 我就怎样行 但这里面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说 下面 你们要看到这件事情 是我 怎么样啊 是为着顺负负 拆我来到世上的 救赎的使命而做的 所以我 本来 可以让你们 比如说 减免你们 减少你们的净害害怕 对不对 表明虽然他抓我 我还是控制绝命 但耶稣不做 耶稣表明 我在那里 就像好像是一个羊 在那里完完全全地 在蛇字架上面 好像那么 powerless 好像是这么样的 显得完完全地 都不行一样的 就是在被这个 被这个刑法下面 一声不吭地 在那边去 接受这个死 这个是因着 父叫我怎样吩咐 我就怎样行的事情 就是知道 这是因着他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着爱父 是不是 因为主他 以肉体自屈 承受这样的 蛇字架 主耶稣在蛇字架面 在柯西马里面 祷告 这个汉珠 肉豆般地 像血样地跌下来 他从肉体里面 过去 像父说 如可行的 能不能找个办法 你能行 就把这被挪去 不要是失文德 但是耶稣就讲 不要造我的意思 乃是要造你的意思 那是因为什么 这就是 主在这里 跟我们榜样 因为他爱父 就必造父的旨意 行 完全地行 所以我们也除非 爱我们的主 我们才真的造着 主的旨意行 才能够 我们当我们 能够真的造着 主的旨意行的话 我们而且努力地 在学习中 操练地 学习中 行的话 那就说明 我们里面 已经有圣灵的印记了 有圣灵的带领 已经初步地 体会到生命当中 有经历了 神给我们的平安 和喜乐 是有经历的 我们做基督徒 是有这个经历 我做基督徒以后 才有这个经历 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 不只是 只是从道理上 头脑的认识 而是生命的经历当中 知道有上帝的大平安 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可以欢喜快乐 我们常常有 在这种经历的人 我们就一定知道 主是我们生命中 最宝贵的 所以我们不再 效法这个世界 乃是愿意来 一生跟随我们的主 因为主 祂给我们的应许 不尽是平安 不是让我们 我们不被起诉了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在西方的时候 如果官司传生 那是很可怕的 老是要出庭 老是怎么样 花你很多钱 那你很可怕 但是你一病了了 当庭释放 没你的死 宣告无罪 那是多开心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这还不够 主还要把我们 收养成为他家里的人 要把他那丰盛的 他的完全人的属性 给我们 就是他自己 在他里面的爱 他里面的平安 和他里面的喜乐 给我们 让我们得着他 靠着圣灵得着他 有真的爱 住在我们里面 只要有真的爱 住在我们 神的真爱 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一定得到 从主来的 真平安 真喜乐 让我们 每一次的讲道 都从这些话语里面 反复体会 让我们 里面的灵 得未养 让我们的心智 更坚定 让我们能够 对我们的主 认识得更完全 更深入 让我们一起 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的保守 谢谢你的带领 在我们中间 主啊 我们真的是为今天 你有这样的话语的 供应我们献上感谢 主啊 这些看起来 好平淡的话语当中 当我们 仔细地回味 和体会 才知道 这才是真正地 从天上来的梁 因为世人 因为世人绝对 不能向我们 供应 主耶稣 口里所说的 那些话来 主啊 因为你本就是 那位救恩的主 因为你本是 那掌管 创造世界的神 所以 在你的美意中 你要把一切 关乎生命和 敬虔的 奥秘的事 来告诉我们 使我们能够 想你 使我们能够 爱你 渴慕你 跟随你 以至于真正地 能够来长大 成为你 满有你 长成的神亮 感谢赞美 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